好,就是说各位听众我想我可能要补一下两年前的过程 各位如果有记得之前在318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位张安乐主席有来拜访这个占领立法院的朋友们 那当时有许许多多可能还记得来来歌啊或者是之类的状况 那当时其实很多的主流媒体是在一个看好戏的心态 可能觉得是说发生越激烈的冲突越有新闻的爆点 我这里没有评断的意思但是确实是当时是这样一个气氛嘛 那但是当时我们作为自媒体就是我们在GTV的线路组跟直播组跟后勤组 大部分的想法是尽可能不要出事情越不出事情越好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点站在跟自媒体相反的方向 我们希望完全没有爆点这样 那所以当时我们的安排其实后来白色正义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有人跟拍白色正义 白色正义的队伍最前面就是我们的雨亭在那边跟拍 然后那我们尽可能做到说就是人群就自动让到 让他们过 然后中间只要有任何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 摄影机就要先预防性的放在那边 而且摄影机要让人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看是有人在拍的 那然后可能全台湾的可能上千人上万人都在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比较没有办法打起来 因为你是预先让揭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所有人都在看的空间 任何先挑衅的一方事后他不能够抵赖 而且这个还原现场一定做得到 那后来在中正一分局的时候 苗波美亚就是阿苗也做了很类似的事情 就是有一位记者他去把就是朋友们贴的那个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什么抗议的标语吧 撕下来然后几乎要打起来嘛 那阿苗也是带着他们去还原现场 所以就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种 透过直播以及透过现场的还原来达到沟通 来达到比较和平的文明的相处 这样子一种初心的这样一种想法 那所以先去交代两年前的历史背景 那两年前360度的直播和360度的自拍 的这种技术还不成熟 那当时我是在写下来这样一句话说 就是楚门一路深似海 从此白狼是路人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在一个 让大家都知道是被全景派环绕的这个状态下 那大家其实就没有那个面对镜头 然后一定要歇斯底里 可能有人还带着简报 就是觉得是一定要说服电视机 前面其实他脑里也不知道是谁 的那个不特定观众 他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说服他旁边的人 因为只有那些人的反应是正确的时候 我们透过这种全景拍摄的时候 才能够看到说原来你跟现场的人的互动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当时的想法 那当时的技术不成熟原因是因为当时最便宜的做这样子的 就是360环境的器材用GoPro接起来的话 可能要十几万台币吧 然后而且很重就是挂在肩上这个我可能只能挂不到一个小时 肩膀就会很酸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现在是等到说 第一个就是说直播器才变得算是相对便宜 可能一万出头 然后而且它已经够轻了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挂在肩膀上一整天 那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才可以在一个跟媒体对话的当场 也同时不用去管设计角度的成为一个自媒体 所以说等两年主要是在等技术的发展 今天来一次你听一下对我们公司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跟摄影的朋友们有非常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不过这次的那个主访可能不是他们提问题 不然我们就可以讨论非常多 真的可以讨论非常多非常宅的那种 就是这种这样子的科技会怎么样子影响社会 影响世界的这些话题 那但是我们完全以教育来讲的话 我也很高兴就是说 靖孙他就是适时的补充了很多教育上面的脉络 因为按照我们本来的访纲 它其实是聚焦在我个人身上的 那但是后来有很多延伸访问 也包含运宁的延伸访问 是把它放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界的演变的历史上面 那这是我比较愿意看到的 因为你捧红一个人没有任何意义啊 重点是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过去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状态 然后我们在这个状态里面 要怎么样去一起往前走 你是不是表示你私底下 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跟人聊有关 专业工作上想关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的专业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把我的私人生活或我的感受 看里面有哪些是跟大家共同的 然后把它发展出来 变成思想变成演讲变成理论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身体或我的情感 它是发展这些东西的权源 所以说当我讨论的时候 我当然已成型的东西我很愿意讨论 那是未成型的东西我也很愿意讨论 那这我觉得并没有觉得说一定要讨论哪一个部分 那你都没有耍废的时间吗 耍废的时间 你如果看到我在tilt brush里面 在空间里面乱画 乱乎涂鸦的话 那个就是蛮耍废的 那个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可能打一套拳 或者是说你练一个什么体操 但你的手一直按在手把上面 然后你的手的活动就在空间里面留下轨迹 变成一个雕塑 我觉得那是很美丽的 所以你现在生活中 最主要的娱乐呢 这不是我是问过你了 对你问过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拿到Vive 所以我现在多了一个娱乐 就是在空间里面雕塑 那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好的 你现在到公馆去要做什么 我要去拿我的那一套HTC Vive 跟配他的电脑 你的生活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跟这些3C用品分开 你有没有一些不要用到这些设备的休闲生活 我有打坐了 练气功啊 对不对 太极导音 这些是用不到3C设备的 你想跟朋友聊天 有跟猫咪相处啊对不对 对对对 那当然跟猫聊天也是一个习惯 那猫通常不会回应我 那所以这个有一点了不起来了 这是事情 那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喝下午茶吗 当然喜欢 当然喜欢 所以呢 所以我想知道是你的实体活动到底是什么 我的实体活动通常都是 说工作之外的哦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公司的这个分明已经这么的 怎么讲就是我只要一本 所以说真的只有就是像我在巴黎的时候 然后孙友荣 友荣他也是做哲学的 我们一开始就是闲聊 可是聊到后来就是在发展哲学理论 所以这是几乎是分不开的 对 这样的生活会不会让你觉得太紧风 没办法放松 因为我每天都有睡到8个小时以上 我是觉得还好 哎 看起来你好像是一个早睡早醒的人 对啊 真的是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话才才能够有足够的能量去做创作 好 我们的到了 所以我们访问就到这边结束 那就祝你 接下来去回去新店鱼馆 嗯